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跟大家說的快要新年 你們當然想轉運 有沒有想借運 例如觀音借庫 或者不知如何借別人的運 或者有些人怕被借了運 是否真的會這樣 如果被借了怎麼辦 說說 迷信有些會 很多人說正信迷信 每個人接觸宗教這麼多年 大家的程度也有高低 所以 這些話題也可以用來講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天說運氣會否被借了 借了又如何化解 有些人一定會說 學佛講這些 有什麼辦法 沒辦法 你稍後聽我講一下觀眾的問題 如果真是學佛的人 我第一個問題就解答給你聽 第一個問題就是 有人在跟我研究 觀音是男人還是女人 我說了菩薩是男還是女 我昨天也說 菩薩 我用司機來比喻 司機是男還是女 司機沒有分男女 男女也可以是司機 只要你 繼續在六度上 但是做好事 六度萬行 你現世做好事 也可以叫做菩薩 有些更厲害 有大智慧 觀世音菩薩 有個經是善男子 後期有人說 觀音菩薩七十二身上 唐代用男身 心口平 觀察世間眾生 一切聲音 後來就 因為唐太宗李世民有個細字 不可以用一個細字 用了皇帝的細就變了觀音 後來為什麼有個變成女兒身 因為有個叫妙善公主的故事 在民間傳說 不奇怪 有個公主叫妙善 真是好心地 也不奇怪 無從稽巧 但只能告訴你 當中是一些歷史流下來的文化 你要學他的好的東西 你也可以成佛 你也可以成為菩薩 是的 有些人說 佛家真的說過 來生不怨女而生 你接觸到佛家說過的 來生不怨女而生 肯定是中文字 是的 因為我之前說過的原始佛教 釋迦牟尼佛在世 說那些佛教 最原汁原味 他認為世界觀價值觀 來到中土 那些東西 本身道教老子 說入胎的時候 女性會有什麼問題 少了什麼 然後生出來會受什麼苦 中國人的文化根深蒂固 女人 又不能打仗 以前所謂 幸福你有武力 懂得打的 保護到家人的 幸福 其實以前世界的價值觀 和現在又很不同 所以那時候 女性比較吃虧 又沒有書讀 如果中國人的思想 在文化背景上 當然是來生不怨女而生 如果你在印度 也不怨女而生 但是真真正正 來生不怨 再輪迴 本身佛家怎麼會說 做男做女呢 真是的 你本身佛家都打算出陸道 打算是 什麼 如果你讓我選 我當然選擇做男人 你讓我選 我一定選擇做男人 沒有那麼多吵架 有那麼多血 又說要生孩子 又說要經 哇 男女不是問題 生得不好 就麻煩 生得不好 女人比男人更麻煩 對呀 真的不是跟你說笑 所以 當然你學佛就是 看看怎樣可以了脫生死 這些沒有選擇 自己 自己看看怎樣去修行你的人 慢慢你就算是女的 是男的 都會很好 所有事情都很好 就不是男女 這個問題 有些人說 他很怕阿彌陀佛黨 他在那些網絡 很多人不斷洗版阿彌陀佛 看不到其他網友的留言 他說我這種 這麼煩的心態是否不好 他說見到阿彌陀佛 有些人在洗版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然後下面那些 人家真正留言的 完全什麼都看不到 什麼都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你又以為他是 有些人的心態 就是一聲佛號 罪滅沙河 是否不好呢 但是你問我 就算有些很有用的東西 放在一些不適用的地方 我當然不知道那件新聞是什麼事 如果你說有人死了 阿彌陀佛就很正常 如果你說一些娛樂事件 無端的無來頭 有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那你將一些很有用的書 塞在走火通道上 有什麼分別呢 走火通道 有些很有用的書 塞在那裡 你不是放在圖書館 被人借給你 塞在那裡 火灼的時候燒鬼死 塞在那裡 那些東西本身很有用 但是放在一些不適用的位置 阿彌陀佛 隨便說句粗口 有沒有分別呢 也有些分別 但是就變成 他不應該在那些位置出現的時候 就算是阿彌陀佛 也有他的問題在那裡 念咒的時候 你要誠心 就不是刻意在那裡逃騙別人的 就算那個說話 多麼對 多麼殊勝 你把阿彌陀佛 你試試在別人的政府部門門口噴 你也是一樣被人抓的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樣解 有些人說 他說言語粗不粗俗 看你怎麼看呢 昨天說到五仔有時候 說佛計 說佛計不會說粗口 不過現在很多人是很敏感的 連電視法定出的 不是器官的粗口 他都已經覺得是粗口 是的 有人幫我說話 他說其實垃圾本身的詞 都沒有感情 但是你說出來 又可以拿來罵人 又可以拿來 變成一個 丟掉垃圾 他吧 這樣就是侮辱的意思 這個呢 我又覺得你未夠貼切 我最近說新聞 有一個可以研究的 那我就不說職業 那有人說 不要形容那些什麼老 什麼老 好像很貶義 譬如的士老 或者是廚房老 或者是 什麼老 這樣 免得說 突然又傷到那種感情 但是我想說 有個朋友 告訴我 他有一些小小智慧 他說 有錢老 你會不會覺得貶義 大隻老 你會不會貶義 美老 劏告老師 有沒有貶義 對不對 其實 貶不貶義 是否跟你自己 會不會對那樣東西 產生了某一種反應感覺 而覺得是貶義 那為什麼你覺得老 就是貶義 那為什麼有錢老 又不是貶義 就是這個有錢老 罵他 不是 就是這樣意思 所以 不如這樣說 做人既然你要多人三分 什麼都叫師父 就是這樣 這裡又不是說什麼大道理 可以說和氣 做人如果說佛 說道理 分對錯 但是學佛 應該可以打和 我們今天說說話題 說到借運 被人借了一些運 怎麼辦 有沒有可以借 之前說的那些 什麼 什麼 說不出 那些降頭的東西 又說拿不走的東西 我借運很多種 又不只是說降頭的 降頭的東西是弄壞的 他自己不好也可以 他就是弄壞的東西 借運有三種 向人借 向自己借 向天借 這些不是佛教的東西 不過在泰國或中國的風水不衡 坎魚術數都有類似這些東西 眾生機是否借運呢 算是生葬自己 即是生葬自己 吸那個 好的聯頭理氣 又不算是借 即 好像 祖先 但用了自己的手指甲 和那個 出生八字 加上五行的力 再放在棺材上 這樣吸氣 你相信 就有 你不相信 就什麼 好像司徒發政那時候 多厲害 做一個平民版 中生機 還要開了兩集 找一百個善信 每個人八萬八千八 在壇上 中生機 嘩 真的 然後還要搞第二次 他真的 嘩 真的 他中過生機 司徒發政 真是發到正了 真的 是不是 有時候 運的東西 你以為你來借運 他借了你運 你不知道 這個世界是這樣 有些都是借運的 好像李隆基 那些 Chris那些都是借運的 走過顧天樂 拿幅畫借運 有了曝光率 有了知名的明人光環 他最喜歡玩這些東西 又說怎樣怎樣 又說 連什麼高層都怎樣 多謝我 就借人家的光 偷人家的光 就借運 是的 借運很多種 把人家的運轉到自己的地方 這個我覺得 基本上是不行的 但或者可以把自己的壞運 嫁禍給人 這個也有些可能 之前說是搶你的那些 我把那些壞事 過落你 也不要說沒有 殺了人之後 怎樣冤枉你 然後推你進去 然後把證據什麼 這些都是嫁禍 這些都是嫁禍 賊妝都有得嫁禍 運氣有沒有 就是把那些壞事 拍人肩膊 那些 害人 那你的坦素在害人 那裡 坦素太低了吧 其實借運很多種 所以要慢慢說 向別人借 叫做韜光尖光 更貼切 都是 都是 就是 家族有些人很威風 是書記來的 在內地 說出來也厲害 不關你的事 你自己可能做另一份工作 我什麼省書記來的 這些就是借人家的運 偷人家的光 更加貼切 跟好運的人合作 亦是半功賠的 人家正在失敗的 那門生意 你走過去 攬炒的 但是那門生意 明知賺錢的 整個勢頭都是那樣 你投資下去 就一起 沾著搭順風車 這樣的意思 這些就是借人家的運 沾別人的光 跟一些好運的人借 或者借一些好運 是吧 那一刻好像 有人認識那些東西 我不認識 那個認識的前輩 你走去問一下他 一句說話 怎麼通理 就好像說 Coffee之前 走來問我 我看到他有什麼問題 他什麼鬼都拍 一大堆一大堆 我說你這些東西 不是這樣 你玩一下也無所謂 那時候應該是這樣說 你玩一下也無所謂 但是你 你Youtube的人 是要拿些東西走的 類似說的那些 那些東西給他聽 然後他又碰了 我又不覺得我是借運 我那件事 只不過是啟發了一個人 對不對 這個就不算是啟發 都是貴人的一種 開啟了你的想法 所以常說 菩提布施 是一個高級的布施 你給他一頓飯 都是一個布施 他沒有飯吃都是好 但是你開了他的腦 嘩他在後面 賺錢養一家 怎樣怎樣怎樣 都關你的事 不是說我和他什麼 我說和大家說 有時候說 吳施家說話有些啟發性 不是坐在那裡借我的運 你自己肯聽 你自己肯知道你當時的處境 然後套用某些東西下去 你相信了這樣也好 不是說借東西給你 你純粹是收了一些智慧 吸收了一些知識 這樣有人會厲害了 有些害人的人 會拿你的八字 所以有些人怕自己的八字被洩露 那些 我就不相信這些東西 我真的不相信這些東西 就算你害到我 我就要還給你 暫時還沒看到這些 暫時這樣說 我也說 你要搞 如果要世界和平 當然要搞普京 對吧 如果你說這些東西真的可以 你傻的 俄羅斯人也可以嗎 中國人才可以 這樣就是了 也不是可以的 普京真的還要把半面嘴笑 如果你說那些 你們幾個 識八字又可以搞那樣 搞那樣 其實那些是公開的 也不是秘密 那些所謂的出生時間 對不對 所以這些不能盡信 那向自己借是什麼意思呢 我經常聽楊千華說 借十年大運那些東西 有得借嗎 有得借嗎 實際上就是向自己未來的運程交換 譬如自己 好運是晚年的 那就將過程調轉 嘩 這樣借法 這樣借法 就臨老不過得世 這樣搞的 不是跟你說笑 所以那些人就說 楊千華是借運的 我又覺得 未必是吧 但是現在的 媽寧後 九十後 覺得楊千華 真的不好看 那樣的樣子 都可以做頂流 那時候 我們小時候覺得他很順眼 又是護士的包裝 樣子都圓碌碌 有些親和力 經常笑 不知為什麼他過了那一陣 是否真的借了運呢 可以這樣交換 調轉呢 但是這樣交換 調轉 很嚴重的 你想想 人們經常怕 最後兩年 你將東西調轉 現在不好 什麼都百事不成 然後有錢 很緊要 很辛苦 或者怎樣 享福 中段的時間 又喝喝吃吃 去到晚年 真的一聲跟你搞定了 好一分鐘 走晚運不好嗎 安樂茶飯 天天 自由淡定 和人們喝茶 聊聊天 有孫仔 有孫仔 沒有孫仔 有徒弟 有些學生 大家都可以 有個交流 人老了 就喜歡和人交流 聊聊天 你不跟別人說話 你會不會跟別人說話 也不知道 有時候 所以年紀大 就要和別人交流一下 這些借運 我當然不主張你做 我又不懂這些 你茅山說的 懂的也不知道行不行 你說你懂得上身而已 這麼厲害 你替李小龍出來 和太子 籍抽 又沒有 那個人死了 你又替不到 是不是 畫出來的小說 那些孫空 你又替得到 所以有些事都不知 堅定留 再在這裏研究 和天借 有些人去觀音借褲 借不借得到 又說和四面佛祈求 又要還 借運有很多方式 譬如有些和動物借也有 像元氣彈一樣 吸人家 有些聽到氣功 又說吸樹氣 吸花花草草 有些說到邪 有些說到正 又是神靈庇佑 那又怎樣 其實 都有不同的分別 但有些說借了 可能會發生災禍 也不一定 人的運有益有益 益的時候 當然是順風順水 益的時候 當然是惡運連連 萬事不順 又會有很多險阻 少人 是非就多了 甚至乎出現交通意外 比雷劈 地震 也有的 海嘯 甚至一些致命的血災 無緣無差別 劏頸 好像大阪被人砍兩刀 也不妙 剛剛大阪深齋橋 有人砍人 看到那些風水師 會用提醒的方法 就說這幾年行衰運 注意嗎 注意密 其實我經常覺得 你要行衰運 你哪有得注意 你學佛就告訴你 三衰六旺 譬如你好運的時候 當然有福氣 你衰運的時候 都是要受的 必有得避 捐血當然是比洗牙 如果以蘇文峰的方法 真的運氣差的時候 捐血也算是有功德 洗牙有什麼功德 除了醫生有份工作之外 你捐血好 我經常叫人捐血 所以這些都可以化解 譬如你懷疑被人借了也好 自己之前許過願 但是之後 很簡單 就是想要女朋友 真的給女朋友 加草屋幣 錢每個月清 那就糟了 運借了 似乎人生有什麼 如果要解決的話 當然要去捐血 做些善事 請人吃素也不錯 我那天想 我那天想 我回香港 能否把錢捐血了 我平時想到處分散投資 好像基金 這裡審點 那裡審點 但我在想 如果我捐血了 我買那一刻 那一頓飯 雖然沒有殺生 又被人喜悅 那就很便宜 那種感覺 如果你捐去其他機構 幫人 你去做其他食肉 他也有飯寫的 但那一頓飯又變成殺生 那種感覺 數有得計 我只是想想想 暫時還沒想到 但還是先說 其實做善事 一樣 一定可以化所有問題 所以有些人說 又鑽牛角尖 又運氣不好 我跟你說 我昨天看完老高 我覺得他 去形容 佛學 用一些新的詞語 現在的人 經常聽到悶 聽到悶 你都未懂得解釋 說得這麼白 都未懂得解釋 還在說觀音 是男定女 真的 還在說這些 還要求神拜佛 因為說了都不明白 我聽了老高說 你怎麼可以把運氣變好呢 其實真的很簡單 人死在什麼 你經常說 怕被人拿了運 不用怕別人 你自己都弄死自己 精神內耗 精神內耗 生妄想 現在不用說妄想 太醜了 什麼妄想 人家的警戒和根器不同 你罵完我 我當然會罵你 你罵我不打你 就是這樣 他的狀態是這樣的 那你怎麼跟他談 什麼妄想 他已經有真心 貪真心的真心 這種內耗 我聽完之後 一定要跟大家說 就可以把大家的運氣 變回正常 所有氣場 人是虧給自己的 沒有人可以令你苦 沒有人可以令你崩潰 是自己搞定自己的 我們經常說精進 精進 原來大師說話 真的不同 我不是說老高是大師 佛陀在2500年前 基本上已經把人的心理 說得很透徹 所有的大師都是說同一樣的東西 用不同的演繹 聽完老高這樣說一說之後 昨天看他的片 叫做 不要給反應 就是不要給反應 對什麼不要給反應 對一些負面的想法 對所有負面的事 不要給太多的反應 是有些反應過多 之前說的那個 吸血斑馬的理論 是你自己咬死你自己 就是你被蝙蝠咬完之後 血就不會流得死 但是那個人在發狂 就是馬在發狂 就搞到自己虛脫而死 這就是精神內耗的問題 就是佛學 這個心學 就是佛者心也 最大的幫助 就是令你清空你的心靈 原來所謂精進 就是 將所有的集中注意力 在一些叫做正面的 積極的事情上 而將那些壞的氣場 壞的消息 不好的想法 就全部不作過多的反應 甚至是任何的反應 正常來說一定有反應 譬如說大阪有人斬略人兩刀 一定有反應 第一下一定有反應 然後有些人就跟著去 就會說 嘩 接著何時到我 我今年這麼黑仔 新年又說熟吐又大胸 可能會斬到我 未去到那時候 自己在折磨自己 其實呢 一有了反應 哇 糟糕了 在大阪 其實我今年也有半年在大阪 我都沒有給反應 香港也是每天斬人 是不是 香港也沒有斬人 有嘛 那小女孩下來吃東西都被人搏頭 是不是 流年不利 也算是 也算是 那 但是你又不用 還沒發生的時候 它要發生你也沒有辦法 你要避 所謂的壞運氣 我之前還沒說 被人借了運 那你不要入賭場 就沒有輸了 對不對 你不要投資 你錢擺定期的 如果真的壞到銀行都擠提 那全人類都行壞運 大家都命不久矣 就沒有辦法 因為始終人是活在共同文明那裡 如果那個國運 或者地球的運 不是只說地運 整個地球的運 都已經完 那就完 完 完的意思就是 好像學佛 學到去到那個阿羅漢境界 做完這輩子 不用再投胎了 就是這樣 好厲害 那就完結了 就是想這樣 如果你沒有這個概念 經常都在那些錢銀 女人 公事私事上面 你的運氣 你會經常覺得 有高高低低自分 尤其是你賭錢 你覺得自己的運氣是過山車 不是贏就輸 贏的時候是開心 輸的時候是不開心 你用什麼去瘋 這樣看世界 對不對 你這個運氣根本上 你自己覺得 你覺得而已 是的 你學佛 如果是把所有正面的事情 去做 負面的事情 你不給反應 我看到啤牌也不走 那你怎樣行衰運 你看那個行運超人 那一套鄭忠基梁朝偉那個 那套鄭忠基梁朝偉那個 賴布依說 人有三衰六旺 如果行衰運的時候 你很幸運的在家裡睡覺 第二天就沒事了 你不幸運 你傻傻傻傻 走過大海的 分分鐘輸幾十萬回來的 破產也有 被大二龍追數 也有的 是不是 也有的 其實運氣除了你有三衰六旺之外 運氣就是選擇 經常說 因緣 惡因 惡緣 惡因 惡緣 惡因應該是 對照惡果的 我想說 惡因 生惡果 如果你不給惡緣下去 就是你有種子 你不淋水 它不會生出惡果 經常很多人 因為錢 跳樓自殺 那些是被人借了你的運氣嗎 是的 真的有人這樣覺得 那個人肯定在賭場 帶著皮憂在褲袋裡 吸了那些運氣 我才輸給他 我那時候也是這樣想 我不是笑人 我走到賭場輸幾千元 臨出那張桌子 那個可觀粗眉仔 我的運氣不夠他 他的眉很厲害 他的運氣真的這麼厲害 就不用在那裡做可觀 對不對 那個問題是 你去這樣相信運 你就被運氣駕馭了 但是你的運氣 你不賭那個惡緣下去 你的惡運 你結個善緣下去 善緣就是 你行衰運 別人叫你去賭錢 我瘋了 我養生的 早睡早起身體好 翌日早做運動 那你的善緣 你睡了一覺 你便沒有那樣事情發生 那你怕什麼惡運 怕什麼借不借運 沒有這件事 根本上就是 沒有這件事 不過世事真是無絕對 有些人是深信不疑 你說完全沒有 又可能未必沒有 他經常都是這樣想 或者沾了你的光 就可以是 有人沾了你的光 借運 有一件事真的被你看到了 借了些惡運走 空姐那件事便借了些惡運走 他本身沒事的 他最厲害 別人沾了他的運 其實那件事只是一個能量的轉移 那件事很有名 那兩個人很顧客 一撞在一起 沒有東西那邊有東西 然後大家都幫他頂了幾天 他幫他頂了幾天 這些都算是借運 借了你來擋箭牌 擋了幾天 又會這樣也有 他便結了一個樂園 他不結了這個樂園 其實就不會發生那件事 所以因果之間有個園 因果之間有個園 好了 人的運氣不好也有很多原因 日常生活中 我們自身能力 做事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不行的話 也挺嚴重的 我也有這樣的覺得 譬如以前年輕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 以前年輕的時候想做藝員 那些人經常攻擊我這件事 又說什麼KFL 關什麼事 如果我那時候真的做了就慘了 真是慘的 不知道做什麼的 我不會無緣無故做了 男主角什麼什麼 就算是二線什麼什麼 都不會很穩定的收入 都不是賺很多錢的 而且工作也很辛苦 不是開玩笑的 你拍劇一定要凌晨通頂什麼 你的命在那裡 起碼少了十年八載 其實 蔡庸失賣是焉之非福的 那時候我有想過 當然不開心 但是現在 在整個局 整個故事去看 那些簡直是 那天 是給我飯吃的 你的飯還沒到 你不要吃那一口飯 所以 當時那個惡運 原來不是一個惡運 我說的我本人 年輕二十多歲的時候 反而做了另外一些 當時沒有什麼看好的 網絡影像的事情 慢慢就起 慢慢就起 所以人 不要想著自己覺得 是沒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你猜不到 你在那件事裡 努力下去 磨下去就可以了 如果你覺得 運是亂七八糟的話 首要的考慮 是否風水 是否流年運程 還是業力 以我覺得 最快看到的 首先是看你的氣場 個人會不會是 毫無 剛才所說的 我不是這樣說的 防止內耗 就是把所有正面的事情 積極精進 所有關注度 放在正面的事情上 負面的事情 全部不作過多的反應 風水就是把好的氣場提升 把壞的氣場閉塞 一說完 如果有些跟你說一集的 都是跟你玩的 跟你玩的 跟你表演一下 我懂得多少 很簡單 把傷口聯合去 殺掉那些菌 就是這樣 你的概念要清晰 當然你說什麼顏色 三壁是非 綠色 用紅色去燒動 那些都對 但你的概念最重要 就是提升好的氣場 把壞的氣場閉塞 風水就是這樣 你學佛學得好 就不看風水 學佛學得好 就到處都好風水 真的學佛學到 空性厲害的 走去墳場 睡都無所謂 但看你空到多少 我就是普通人 我就不行了 就不要說 什麼大師高精大德 都在墳場 五仔你又去吧 不如你去吧 大家的境界不同 崗位不同 你不能說 他是這樣你就一定要這樣 每個人都不同 佛學有八萬四千個法門 每個人 找到自己的道 都不同 像我這樣開口找食 有些人不說話 都會賺到錢 李嘉誠也不用說話 對不對 我要開口飯 個個都不同 所以 現在 排除以上問題 各種不能理解的災禍出現在自己身上 建議 就不是我建議 你信道教的 就找道教法師嗎 你信基督的 當然找耶穌 天主找聖母 如果學佛那些 學佛那些 你還未甩到運氣 我剛才講完這麼久 你都還未知運氣是什麼 我都道行未夠 學佛都還講運氣 做多些好事便可以 這麼簡單 打遊戲 你打點 打怪就升級 你不打怪就不升級 還會跌級 如果有些事情做錯了 這麼簡單的概念 最好有些人不要自己亂來 譬如有些人 對呀 我看到很多人不懂 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蘇文峰的風山水起精毒班 已經是很多人看的 但我看得比較沉迷 二十多集做筆記 你這樣看 真的有人 帶一隻皮丘在身上 說我賭錢 放兩隻皮丘在家裡 都敢死去放在門口 我說放大笨象 大笨象怕什麼 吃草 吃齋的 佛教那些象神 什麼都有 泰國那些 但是你放兩隻皮丘 皮丘是什麼 吸那些人的氣 經常想搶一些運 你帶在褲袋裡 自己也合起來 皮丘是傷懷主人的 枯形渴象這樣說 皮丘很壞 這個是蘇文峰說的 皮丘很壞 有些人帶上那些 古靈精怪三腳蟬 你也相信 相傳呂洞斌的 座下神獸 那些 不用這樣 這些是江湖派 你講運氣 剛才說這些 是江湖派 書房派 就講顏色 講數字 天一生水 地六成之 黑色又是水 這樣 就講雙生雙黑 八個五行 你去信那些 古靈精怪的東西 你這樣就迷信了 但是 學佛就不講這些 學佛就不講這些 人 有大運有時運 還有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福德 他們平時行善職德 修心養勝 保持正念 累積功德福報 你感召的人和事 都一定是越來越好的 你持續這樣做 你不需要擔心 有人借到你的運 因為你的運 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去到哪裡 都是善 都是好的 沒有人害得到你的 這一點很重要 心理改變 就能夠配合外部的環境 達到 運氣 沒有得輸的 完全沒有得輸的 你想贏我錢也挺難 我都不賭錢 對不對 那哪有得輸 就是你的命是 注定輸到破產的 這樣 什麼投資又不賺 又不會賭錢 那怎麼會呢 人就是 你不結那個惡元 你就不會生我惡果 今天的道理 說得相當淺白 希望大家都明白我說什麼 我下次再說佛善給大家聽 拜拜